那index函数特别注意就是请各位 一样把这个刚刚的拖拉过来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按Ctrl键拖拉 然后呢直接就等于是按Ctrl键就复制了 那这个方式复制工作表会是最快的 但你也可以按右键去复制了 不过我觉得那个方法太慢了 那请你把这个范围给delete掉 好那我们重新利用index做一样的范例 逻辑我想各位就不用再重新再了解 反正我们主要是什么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帮我抓到这个位置里面 那index函数呢 我们来插入函数来看一下 首先呢它会是在I开头 在这个地方 按确定之后它会有两组 不过我们用第一组好了 第一组的参数 那第一组参数其实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它会跟你讲说 请你告诉我你的array array就是你的范围 反正以后看到那个array的话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资料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就按F3 因为刚刚有建立了一个叫lookup 就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范围在哪里 你可以移到第二个再移回去 它会自动帮你带过来 ok 那index实际上它的概念是怎么样 针对这个array 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是相对的范围 不是绝对的 不是指的是工作表的范围 而是指的是这个array的范围 请你告诉我你的资料 要放在这个资料里面的第几栏 跟这样 第几列 第几栏 ok 然后呢 第几栏 所以特别注意 栏数我应该知道 这个栏是2 你输入2的话 它会帮你把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栏 那就这一栏 第几列呢 其实第几列的话 因为刚好我们的编号 刚好就1234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列 不过抓过来的是文字 那你如果把文字丢到这个 这个里面是要一个数字 所以它会怎么样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 把文字自动转换为数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给它001的话 丢到这边来 它会自动变成1 那1的话就变成第一列的第二栏 自动帮你把什么 第一列 第一列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位置 相对于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 第二栏 那就把这个 吴伯雅 抓到哪里 抓到你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 按确定 这个地方 RO的话就是指这个 因为刚好它12345 位置刚刚好 就是刚好第五个列 那第几栏呢 第二栏 按确定 这样的话刘宏钧就带过来了 刘宏钧是不是第五个 我看一下 刚好第五个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然后呢 可是问题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向下填满 一次就解决问题的话 那其实跟V凡数蛮像的地方 就是说最后一个参数 它是指的是第几栏 OK 那第几栏 刚刚有提过 你也许可以2345 2345 2345 那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 跟刚刚一样 你可以用个RO 小瓜糊 减1 减1的意思就是 因为它现在第三栏 你把它减1 因为我们要第二 OK 流红钧 结果是不会变的 只是说你等一下向下填满的话 OK 那这个地方有错 为什么 因为这边没有锁起来 有没有 第二列的地方把它锁起来 那特别是有 你习惯有些同学是按F4的 我是建议 慢慢你要习惯 向下填满只要锁裂 向右填满才需要锁拦 那尽量不要两个都锁 因为有的同学 你习惯之后你改不了了 你分不清楚 很常见的就是 你只能锁裂不能锁拦 只能锁拦不能锁裂 锁错的话 结果一定是错误 那这个地方我想 所以要特别跟各位 大概先讲一下 那后面其实还有一些翻例 可能会有这种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index完成 另外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另外还有个什么呢 offset 所以这边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offset offset 其实跟那个 这个index概念又不一样 顾名思义 offset指的就是你要偏移 偏移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往哪个方向跑 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在这个范围里面 以哪个为中心 然后跑几个 就叫offset 往右 往右往下 是正的 往左 往上 是负的 OK 所以你要怎么样 利用offset 去做偏移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 超多函数里面 一样会有个offset 这个函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有五个参数 不过你各位不要被吓到 最下面两个根本不用理它 什么高跟宽 其实你基本上 不太会改这两个 所以理论上跟 这个index还蛮像的 所以第一个reference 指的就是你要参照 参照 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哪边找 我要参照到这边 的什么位置呢 而且你可以参照到 假设这个 如果以这个当出发的话 那如果说你要抓到 吴伯威的话 那你什么 你可能需要移动的位置 应该移动多少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刚好 假如说 你会发现 这边一二三三 有没有刚好移动一个 就会到吴伯威 移动两个 刚好就是张写 所以你会发现 rose 刚好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上面的编号 刚好 它这边虽然是数字 不过你带过来 它一 虽然是文字 可是你带过来 它会自动帮你转成数字 那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 假如说用 以这个为出发 rose的话 那我可以以这个 比如说 005 过来 它就变成多少 变成5了 它因为它会自动帮你转型 那5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出发 12345 移动5 5列了 offset就是移动的意思 偏移的意思 那移动几栏呢 基本上如果我要取得姓名的话 那应该就是移动什么 移动一栏 有没有 因为它在隔壁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输入1 这个时候的话 我按一个确定之后 会不会得到我要的结果 试试看 有没有 刘宏君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其他的话 那其实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总销量的话 那应该是去移动 这边是移动一栏 两栏 三 四 有没有 所以跟index好像差 index是第二栏 那这边指的是移动几栏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你用offset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数字 也是用RAW来改好了 如果你要自动向下填满 那你就 刚刚是减掉1 那我现在是1 所以要减掉多少 减掉2 enter一下 ok 然后向下填满 我看看 那这边一样把它锁起来 锁地也就好 因为向下填满 把那个C2的2给锁起来 跟 应该这个 C2 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记得 因为等下向下填满 这个也要锁起来 所以把列也锁起来 反正只要看到数字都把它锁起来 否则它会跑掉 这个指的是 你要参照以那个为 就是起点 如果你跑掉了 它就会变成其他的 好 那打勾之后来试一下 向下填满 ok 那其他的有没有 总销量04 这边应该都 先抓第一个看看 吴博威 这个 68 第四 看一下结果 没错 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逻辑 这个东西 尽量不要用背的 因为如果你用背的话 你下一次又换个东西 你又不会了 它其实概念很容易理解 反正就是以哪一个呢 以这个出发 你要跑几个 几列 跑几篮 你把那个资料抓回来 ok 好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主要讲了两个 一次讲两个 可能对各位来说是 图单稍微大一点 不过其实这两个感觉上 有一部分是相似的 一个是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抓地几篮 地几列 那 offset的话呢 是 移动 以哪一个当出发 移动几列 移动几篮 的意思 刚好抓到你要的位置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